近期肖战被实名举报的新闻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不得不说肖战也实在太惨了 通篇举报内容都用疑似可能的字样 没有一份真实的矩阵全凭主观一段 肖战的大电眼快要杀青了 当季已经提上日程 这到底是急坏了多少人呢 肖战从爆红到现在可以说每一步都如吕薄冰 小心翼翼 他不能说错一句话 不能做错一件事 圣和细小的行动都放在大众的眼皮子底下 他清醒自知 自律自省 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 从地域中走来 他更加珍惜前行的每一步 他被千万双眼睛盯着 被无数家对标着 他在很小的细节上都几乎无懈可击 更不可能在原则和底线的问题上有所疏漏 此次举报明显是粉圈内斗的产物 另外根据网上已经流传出来的截图看 税务机关已经做了答复 而且处理状态是以受理完毕的 说明核查后 肖战并没有问题 某些媒体和博主 故意把税务机关的答复和时间打码 以此赚取流量 想借机误导网友 给无辜的肖战泼脏税 就像有的博主分析的那样 国家虽然赋予了公民的举报权 但是滥用举报权 是对国家公众资源的浪费 这种行为助长了歪分邪气 看谁不顺眼 想举报谁就举报谁 但是被举报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矩阵自证清白 对于肖战这样的公众人物来说 还会被不明真相群众恶意揣测 即便最后真相大白 也会对无辜的艺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另外 作为恶意传播此类假新闻的自媒体 更是恶意造谣的推波助澜者 呼吁国家有关部门 对此进行相关的立法 对于那些滥用举报权的人 给予相应的陈储措施 假举报和报夹警是一样的 都是对国家公共资源的浪费 都应该得到严惩 肖战无数说过想要的靠自己 争取不走歪门邪道 其实这才是他涨红的王道 靠自己的本事走上去 才知道走得更远 站得更稳 肖战爆红五年 仍旧是内于无待参的存在 过硬的不仅仅是业务能力 还有他的人品 下一个五年他还会在那里 我们一起见证 就好了